大家好 欢迎回到业余历史 今天咱们继续讲 宋徽宗和他的偶像男团 上次咱们说了 这次咱们接着讲宋徽宗的两个爱好 这两个爱好呢 直接改变了北宋的国运 头一个 生辰钢 这个钢啊 大概就是指的运送的一批货物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生辰钢呢 就是说 为了庆祝某个人的生辰 给他运送的礼物 这最豪华的生辰 当然就是徽宗本人的生日 要普天同庆 大拜宴席 不光是朝廷啊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 都要从徽宗的生日那天开始 连续的庆祝数日 而这无数的酒席呢 他的费用都是从国库里开支的 那最奢华的当然就是中央的庆祝 酒席直接摆在皇宫里 官员们按品级落座 宫殿里边坐不下 就坐到宫殿外边 按照等级 能坐到大殿里面的 每个人的这个餐具就碗筷啊 都是金子做的 大殿外边的呢 等级低点的 碗筷都是银子做的 庆祝完 吃饱喝好 这些碗筷呢 就给这些官员们打包带走 算是皇上送你们的礼物 皇上的生辰这么讲究 各级官员当然也要按照这个表率去做 啊 所以呢 每一层级别的官员 他们的生日都是非常讲究排场的 于是呢 在不同的时节 在各条主要交通干线上 都会经常看到往来的车队 去运送给不同官员的生日礼物 于是才有了这个专有名词 叫生辰刚 那这个钱又是哪来的呢 当然就是朝廷通过各种科学杂税 去从老百姓身上盘剥来了 于是官老爷们的生日 变成了百姓们的难日 在水浒传的第十五回 杨志押送金银弹 无用智取生辰刚 讲的就是青面兽杨志 就押送着生辰刚 结果被朝盖啊 公孙盛啊 无用啊 等等一众好汉 去劫走了的故事 下一个爱好 花石缸 就是运送花石的这货物 这个花石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咱们看那个甲山啊 盆景啊 里边那个怪石 这跟杨志也有关系 杨志不是本来是朝廷的智史吗 就是因为押送花石缸的时候 船遇到了风浪 船缠浪 花石缸丢失 所以自己也丢了这个智史的差石 这个徽宗最喜欢的花石呢 是太湖石 咱们这放了一张太湖石的照片 它有四个特点 叫皱漏瘦透 在宣河四年 也就是公元1122年 人们在太湖湖底发现了一个巨型的太湖石 有多大呢 高是15米 大概就相当于这一栋五层楼的这个高度 然后呢 需要近百人手拉着手才能把它环绕 大家可以大概想象一下这个巨大程度啊 由于他太过巨大了 所以人站在这个石头面前的时候呢 就会不由自主的去产生一种崇拜之情 这样石头 皇上当然喜欢了 可是怎么把这个大家伙从太湖运到京城呢 咱前面六贼不是没说完吗 六贼的下一位出场了 朱勉 这朱勉啊 是江南造作局的负责人 这个造作局呢 跟咱们之前说同贯的那个明金局有点像 是专门为徽宗搜罗这些奇花异石啊 这么个机构 但朱勉呢 干活挺不地道 搜罗的这些宝物啊 只有一小部分送给了徽宗 大部分他自个儿留下了 所以老百姓管他这造作局呢 起了外号叫东南小朝廷 朱勉说了 要把大象装冰箱 总共分三步 是吧 咱这运这太湖石啊 也分三步 第一步 把石头捞上来 第二步 把石头装上船 第三步 把石头运到京城 没错吧 先说这第一步 把石头捞上来 都用了无数的人力 潜下水去 用巨大的绳子 绑上太湖石 把它想办法拖拽上岸 那拽上岸就要装船嘛 首先第一有船 专门为如此巨大的石头 打造了专门的运输大船 然后呢 不能直接装船 这石头啊 还要做好包装 咱们刚才看了太湖石 那个形状 它的艺术价值来源于 它有好多的这个孔洞 但是运输的过程中 难免磕磕碰碰 这孔洞不就破坏了吗 所以呢 要先用胶泥 把这个洞啊 都填好 然后呢 在这个石头表面 一层一层的就抹这个胶泥 直到抹到这个石头啊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球 然后呢 把它在太阳底下晒干 晒结实 这才可以运输 装船之后 运输的路程非常的漫长曲折 从太湖上船 经过金航大运河到长江 然后走到扬州 再经过大运河运到淮河 从淮河转四水 从四水到徐州 从徐州转汴河 沿着汴河逆流而上 再到东京汴凉 这过程中啊 会经过无数的桥梁 而在那个时候的桥呢 大部分是平桥 就是少有的拱桥 桥口也不过是十米左右 这大船根本就过不去 尤其是你走水路嘛 有些河流啊 它是穿城而过的 城墙更没有那么高 城门啊 这城门洞也没有那么高 船也过不去 怎么办呢 朱勉说了 就一招 玉桥拆桥 玉城拆成 皇上要的石头 一个城门 一个桥算什么 到了最后一段的变河 有没有变河水浅啊 这大船走不过去了 还雇用了数千的民赋在岸上拉欠 前前后后折腾了几个月 才算把这个大家伙运到京城 到了京城 不能给辉宗看 还要先拆包装 就是把这石头啊 用水浸泡 把前面那些胶泥啊什么都去除 然后呢 在孔洞里边搁上熊黄和卢干石 这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呢 它能够驱逐蛇蟹 再有呢 它还能造成 出来一些烟雾 造成这个云雾缭绕的效果 辉宗看到了以后 非常的兴奋 给这个石头起了个名字 叫招公夫庆神运石 光起名才不够 得给他个爵位 把这石头分了侯爵 叫潘顾侯 那更重要的是人啊 运送石头的工人 每人赏了一个金碗 这功劳最大的 当然是朱勉本人了 所以给朱勉封呢 是宁远军节度使 其实在老百姓看来 这朱勉不管怎么折腾 他好来是实实在在 真把石头运过去了 更为可恨的是 无数的官员 他们打着奉旨取石的旗号 去敲诈勒索 巧取豪夺 不管是富人的院子 还是穷人的房子 甚至是有些人的祖坟 他总是石头垒的吧 官员只要随便找个借口 说皇上看上你家的这石头了 就可以进人家的院子 拆人家的房子 甚至扒人家的祖坟 要想保住祖坟 简单 给钱就行 又不让柴房 又不给钱的 直接就定成大不敬之罪 要游街示众 要辱骂殴打 就因为这一项 导致江南无数的家庭 家破人亡 大宋 民心尽散 这几乎是历史上 对民间破坏最大的一个皇上的爱好 他直接导致了北宋规模最大的一场叛乱 就是方腊起义 被起义军活捉的这些大宋的官员 都被处死了 而且处死的办法非常的残忍 包括活埋 剖心挖腹 砍断四肢 乱箭射死 熬成高游等等 我们从这些残忍的杀人方法里 就能体会得到 花石刚对当地百姓的蹂躏 和百姓们对朝廷的愤怒 有人起义了 就要派兵去镇压 领头的将领 就是咱们前面讲的铜冠 《水谷传》里有记载 宋江昭安之后 被安排去平方腊 这是小说的演绎 实际上是铜冠领兵 铜冠说要平方腊 咱不能此刻 要智取 他以皇上的名义 就是以徽宗的名义 下了一道罪己诏 告诉百姓和起义军们 说朕知道错了 不该因为花石刚 这么压榨百姓 大家只要不起 回去安安生生存世生产 真是一概既往不咎 而且之前搜刮的钱财 全部都退还给大家 以后也不再搞什么花石刚了 这招你别说还真挺有用 除了方辣的那些亲信 大部分的跟随者 不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要不谁造反呢 既然皇上都改了 也就慢慢的不少人都散去了 但这个事儿呢 引起了徽宗极大的不满 有刁民造反 为什么朕要认错 所以在方辣的起义 平定不久之后 徽宗在江南又重新成立了 花石刚应奉局 于是整个朝廷的信用 荡然无存 那搜罗了这么多好石头 他干嘛使呢 咱们全面说 这个徽宗不是崇尚道教吗 有这么一老道教刘混康 就跟徽宗提议 说皇上这个 八卦的这个卦位啊 你看啊 前坎耿镇熏黎昆队 其中这个耿位 主的是东北 代表着山 可是你看咱们京城的这东北方向 地势低洼 这跟挂位不符啊 所以呢 您看您最近啊 子嗣不忘 跟这就有关系 那咋办呢 俩人一商议 哎 就用这些奇化一时 咱们在京城的东北方向呢 大一座皇家园林 做一个小山 这地势不起来了吗 这山的名字就叫 耿岳 从正和七年 一直到宣和四年 前前后后持续了六年 才把更岳修成 在这段时间呢 经过徽宗的不懈努力 还真的是连续得了几个小皇子 这个大艺术家 宋徽宗修的园林 跟一般的爆发户的园子 能一样吗 他有多华美呢 有四个无数 亭台楼阁无数 齐花一时无数 珍贵异寿无数 妙龄美女无数 前面咱们说的那个盘顾侯 那个台湖巨石啊 就摆在更岳的最核心的位置 在他的两旁 各种了一棵桂树 桂树上面挂着玉牌 玉牌上面用金字 写着这两棵桂树的名字 一个呢叫朝日生龙 一个叫卧云浮龙 整个这个更岳的这个小山啊 高大概150米左右 也就差不多50层楼那么高 然后在多个山栏峭壁的地方呢 还独具匠心的放了很多个 这个注满水的油绢囊 这油绢囊呢散发出水气 就造成一种高山云雾的效果 徽宗管这个叫共云 宋徽宗呢 就每日在这样华美的这个更岳里边呢 去游乐创作 而出了更岳 出了开封城 不到十里你就能看到遍地恶瓢 一番人间地狱的景象 说到这儿大伙也清楚了 这样的朝廷早晚得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